大家好 我是冒的气的老顽童赵松达 今天是大年初一 先给大家拜个年 现在也不早了 在我们国内的话 这会儿已经是 也算是挺晚的了 但是呢 还是那样吧 今天是初一 给大家拜拜年 也把自己的祝福送给大家 祝大家在这新的一年里 事事都顺利 身体都健康 心情都愉快 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打败一切的困难 不管是现在这个疫情 我们一定能够把它打败 然后呢 对于外部的那些反华势力 他们的 不管他们用了什么样的办法 给我们设置了什么样的障碍 我们都能够克服 主要的就是我想 今年 以我们的国家来说 主要的是这几个方面 一个 把疫情控制住 甚至说我们可以研发出更好的药 特效药 能够使这个疫情 让它消失掉 再一个呢 就是在科技方面 我们的科技一定要有一个 有很多新的大的突破 特别是在这个芯片 在这个光刻机等 这些方面被人家卡脖子的地方 我们一定要把他那个锁链 给他扯断掉 突破它 再有呢 就是在这个金融方面 不会被他们卡脖子 人民币 国际化 一定能够走出去 以后 跟国际上做生意 金钱上的往来 不必的换成美金 我们就可以拿人民币 跟他们直接的交易 还有呢 就是在国 在这个国防上 在国防上 越来越强大 让任何的敌人 想到了他都怕 他不敢再挑衅我们 所以呢 祝愿我们的祖国 繁荣富强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把一切困难 一切挡在我们面前的困难 全都突破掉 克服掉 大步向前进 前途一片光明 大过年的 今天是应该落拜年的壳 我呢 这个 嘴巴也比较笨 这种 大家喜欢我 看我这个视频的人 也都知道 我是一个 比较喜欢批评的人 一到说这个 鼓励啊 祝福啊 这些话的时候 嘴巴就有点笨啊 有的时候就 想到了 人家说的时候 总是找不到怎么说 有的时候 人家讲的六的 讲的好的那些 那一套一套的讲出来 那个我就不会 讲不了 但是这个心情 表达出来了 我想主要的是 把这个心情表达出来了 不是在给大家展示技巧 而是在给大家 表达出我的心情来 是这样 今天想说的话太多了 一下子就找不到头绪 这样吧 给大家唱两句 正月里来世新年啊 但言出一头一天啊 家家团圆 会呀 少帝给老的拜年啊 也不论男男和女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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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把那新衣服穿 哎呀 哎呀 都把这新衣服穿 哎呀 大家新年快乐 事事顺利 心想事成 好吧 今天就说了几句吧 谢谢大家 再见